這個題目是搞作圖題 什麼意思呢 你還記不記得來 別講話了啦 看這邊 你還記不記得我前面講過一件事情 我說請問你 我們可以把任意角度三等份嗎 不行 我們只能把任意角度喔 用成幾等份知道嗎 2的n次方等份 就是我們只能夠2等份 4等份或者是8等份 對不對 可是請問你 長度可不可以任意三等份 絕對可以 不管你要齊比齊 我通常可以畫給你 這個題目就是一個標準的流程 來 我先告訴你一個狀況齁 在講這題之前 我先講一件事情 來你看一下喔 如果我現在給你一條線 請問你可以把它7等份嗎 這條線7等份 很簡單 你就過這個點 隨便畫下直線 然後呢把它7等份 就 1 2 3 4 5 6 7 我的意思是說 你就用這個點為原性對不對 4 3 才完半徑 你畫5 就得到一個7個一樣的長度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你把這個點 跟這個點怎麼辦 你知道嗎 點起來 點起來 然後接下來幹嘛 知不知道 你畫平行線就好了 平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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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請問你 如果這邊是1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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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74的話 這邊呢 1比74了嗎 那不是7等份了嗎 這樣會了沒 好 這個題目就是用這個概念去算的 我們看一下 題目說呢 過原點做另外要直接L 就是說過這個原點做另外要直接L 然後呢 在L上面取PQRST五個點 指的這五個點呢 距離都一樣 所以就 PQRST 當然我先講 這個長度隨便你自己取 你開心就好了 會啦 好 然後再來呢 連接BT 就是連這個B跟T把它連起來 好 你把它連起來 接下來幹嘛 你知道嗎 做平行線 平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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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子 好 然後第一個題目說 請問你 OX比上OB的幾比幾 OX OX是誰 X 他說過R點 做M平行BT 過R點 R點哪裡啊 PQR PQR 這邊 然後呢 叫他以X 就很簡單的嘛 看這邊 這個R剛好是幾比幾 這裡不是一等份 兩等份 三等份嗎 這裡呢 數兩等份 最單幾比幾 答案就3比2 OX比3OB 這裡是3 這個是5 最單就3比5 這樣會不會 聽懂嗎 然後這個咧 來看這裡 這個比較難 這一段比上全部不是3比5嗎 那請問你怎麼解個字 好 你先回答我 OB有多少 OB 這裡不是012 所以總共不是2嗎 然後呢 他總共佔幾等份 5等份吧 所以一等份多少 一等份 是不是5分之2 啊這裡佔幾等份 是3等份 所以他就5分之2 乘以3 答案就5分之6 注意聽 注意聽 我答案可以寫5分之6的原因 是因為這邊是0 聽懂嗎 是因為這邊是0 聽懂嗎 如果這邊不是0 這邊是1的話咧 不好意思 你這邊還可以加加加加1才可以喔 會了沒 好 這個禮拜寫上去 有些人